大家好,咱们这几个我们来去安装一下Promicius 前面的话,我们已经把Nodexporter 然后和另外两个数据器我们都已经安装完成 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我们大概看一下有这几个文件 第一个的话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部署 在下面的话就是一个service账号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名称空间 名称空间的话我们已经创建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角色 角色的话这个是一个我们 我们的一个度量子的一个汇总,一个聚合 等一下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 在下面的话就是一个secrate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账号密码 在下面的话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服务 我们的Promicius 然后一个服务 我们来从上网下面去看一下 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话我们这里面是定义的是五个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话是一个全局定义 这里面是一个角色 一个角色的话,这个角色是从哪来的? 角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看的一个 这个角色名称 然后的话把它挂的进来 然后做了一个配置 下面的话是一个五个交付内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一个监控我们一个Kibonet Kibonet的一个Node的节点的 然后的话它怎么监控呢? 下面看一下 它是一个前面是一个CE文件 下面是一个Token值 那个使用的一个 明耀来使用的一个Token 来行一个通信的 基于这个Token是从哪来的? 我们到后面我们进行完之后 我们去验证一下 看这个Token是里面是什么东西 大家看看后面的话是一个Kibonet 这是服务发现P值 这个角色的话呢 是我们一个Permisius 然后一个服务提供的 然后提供的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一个官网的一个介绍 下面的话呢 都是一些标签的一个重定义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标签 然后把这个Adress 然后连进一个匹配 把这个10250 然后匹配这个10250 大家看看前面是点星 后面是10250 匹配完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1 是指的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匹配的内容 匹配的内容 我们把它改成10255 也就是说以前的话是一个1.250 是一个ATTP 我们的话改成10255 是一个变成一个ATTPs 在下面的话呢 还是看一下是一个endpoint 是一个那个短点 因为它是一个角色什么 也是一个endpoint 它是监控我们的Kibonet 是endpoint的 大家看到也是一些标签 全部都是标签重定义 在标签的话呢 我们前面以前也大概讲了一下 以前那个收集标签 大家看一下 都是收集标签 然后把它那个那个替换掉 然后有约是Kibonet 是保留 这个是replace 就是替换 然后把这个标签 然后替换成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图片 都是一些模式匹配 都是原标签 目标标签 目标标签 然后的话 是一个真的表达的一个匹配 大家看都是那个 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操作的 好 在下面的话是一个服务 服务的话 它提供了一个matrix值 大家看到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什么的一个 我们一个matrix的路径 而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是一个探测 看见了没有 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 那个atb 200以上的一个 一个状态码 来进行探测 探测的话 这个是一个角色的服务级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全部都是使用的一个角色 来进行探测的 然后这些的话 我们都不一一解释 来都是一些 不能够把标签 然后进行一个替换更改 要么就是 或者是保留 kip的话是一个保留原标签 然后就形成成一个新的标签 这边的话是一个pod 大家看到这个角色是使用的pod 然后还有这个是attps 大家看到这个是使用的 都使用的attps 下面在下面的话是一个 来看一下 什么内幕 这个是使用的什么 这个是使用的一个我们 原生的一个监控 监控我们的一个pod 里面的一些程序的 是pod里面的内容 就是一个kipanets是自带的 这也是角色 也是使用的一个node 然后服务发现 看一下这些都全部都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 然后是代表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去官网上他们有 嗯 然后的话一个config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你那个关于配置的一些东西 哪些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定应的 我们这时候是一个kipanets 大家看到kipanets isd config 大家看到 然后它的一些角色 一个这里面是node service pod 或者角色 这个是endpoint ingress 大家看到这个知识哪些角色 大家看到总共是知识到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 还可以去配置什么 用名密码 大家看到 poken 然后的话他们去 去获取我们的一个 所有的 ingress pod的时候 有可能会弄得上 然后我们要认证 这时候的话我们都需要使用一个token 这个token 这个token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都定义的是这个token 这挂的那是我们下面的token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kipanets 然后服务发现的一个配置 我们来接着往下面看 我们先把这个应用一下吧 然后是 config 现在的话我们是创建了一个config map 嗯 这个这个内容是一个部署 部署的话我们是把它放到一个最后 我们先把它一些 嗯所需要的一些 嗯 一些配置然后先把它做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ervice账号 嗯 来看一下 嗯 service账号也是一个 嗯 那个集群角色绑定 它那个是什么绑定的呢 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是一个service账号是 嗯 permissius-kipas 我们把它绑定在那个哪个哪个集群角色上面 就一个来看 permissius permissius这个集群角色 然后是在下面定义的 定义的 然后的话它是对于哪些资源 对这些资源有什么操作 有get list和watch操作 因为它们并没有去 呃 并不并不可以去那个停止和删除 只能那个去查看的一个酒色 嗯 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可以获取 config maps的一个一个权限 看一下 嗯 下面是定义的我们的一个service账号 和那个我们那个来创建一下 创建一个service账号 嗯 permissius 然后是 现在的话我们service账号 那个已经创建完成 嗯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嗯 然后呢名称空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创建 已经创建完成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嗯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记录规则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metrics 然后进行一个汇总 然后聚合计判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也是定义的是config map 嗯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都是一个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的话我们前面 那个都是那个说过这一类似的一个表达式 嗯 大家看到这个是定义的是两分钟 那个假如说那个 那个两分钟还高于的话呢 高于一个75%的话 这边是定义一个警告级别 下面是一些我们那个要提醒的一些内容 嗯 这里也是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因此因此真正当了 然后的话有我们的一个实力 然后当掉的话 也是这个这个一个警告的级别 然后会发生的 会产生这么一个一个标签 嗯 下面是一个硬盘 硬盘空间低的话 也是会执行一个报警 这里是也是那个 死亡了 死亡假如说死亡75%的话 然后是一个报警 这个的话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这里是检测的是一个 Rode Disk 然后的话是一个Rode盘的 这个我们的根目录盘 嗯在下面的话是 我们一个一个数据盘 再看一下 然后往下面往下面看是一个内存 这是定义的一个内存 然后的话 嗯在下面的话是一个 我们一个内存使用的一个 嗯一个检测 好 这个这个关于我们的几个 定义的几个规则 把这几个规则也用一下 这个规则的话是一个 也是定义的一个config map 入了是config map 嗯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一个是一个secreader 我们来看一下 secreader里面是定义的吗 定义的一个融合名密码 看到没有 这个融合名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是那个 这融合流四位 然后被之流四位加密的 我们去来那个去解一下密 看一下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你这里直接使用明文的话呢 这里会是会爆出的 先开一个 那我可以看到 解采出来 然后是一个ode-min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文密码 就是一个od-min 这个数据 一个secreader 然后这里面数据 这两个值都是od-min 它名字空间的话也是一个monitoring 好 我们这个secread 然后这几个我们都已经定义完成了 就剩下一个deployment和一个service 我们就去干一下我们前面定义的这几个 检查一下 mctl 然后get 我们定义的什么 是一个config map 定义了两个config map config map monitor 看到然后我们定义的是两个config map 它另外定义了一个service账号 来看一下 c 这里 permiss要是 然后挂kbus 还有一个是secread 看一下 gret 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 这是一个 我们定义的一个 graffer secread 设计是放在我们的图形UI上面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两项 就两项一个是deployment和service 看一下deployment deployment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应该是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篇一篇那个版本 然后的话 类型是deployment的 然后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是定义的一个镜像 一个那个1.170的 1.720的一个版本 然后的话是一个定义的我们一个持久存储 存储这个写的是12个小时 比如说的话我们只存一个12个小时 12小时以后的话 数据都会丢失 然后的话是我们内存的一个圈盒 在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我们的那个config配置文件 config配置文件的话 是我们的那个是哪里下载进来的 就是我们一个config map里面 再看一下 是config map里面就挂进来的 剩下的话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警报 警报URO 就为一个警报URO的话 我们这里面填的是一个服务名称 服务名称加909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制度了 就是这一个服务名称 然后直接是使用的服务名称进行通讯 也就是说后面的话 我们的IP地址不管怎么样变 然后我们都能找到我们的一个 后端的一个警报 那个警报管理 然后那个前面 其他端的话呢 就是也大家看到一个资源请求啊 然后一个卷的挂载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config map 下面就是 那个一个九色的一个卷挂载 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哪一个 这一个 他都把这两个文件 然后进行了一个挂载 好那个我们 我们来把它应用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创建完成 创建完成的话 我们把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服务 服务的话也是定义名称 Permisius 然后的话呢 定义名称空间 还有的话来看一下 是一个定义的 是一个notepod notepod90端口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 也开了一个notepod端口 notepod端口的话 这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的通过一个外部 然后进行访问的 我们来去把它应用一下 我们来去检查一下 getpods monitor 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创建了几个 然后这几个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创建的 看一下 这一个是那个stated 那个match一个字 是那个这边 这一个 还有一个是那个 那个一个两个道的节点 看一下 是在两个道的节点 然后下面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和那个permisius 然后一个组成续 就是我们那个服务器 然后下面两个是什么 下面两个是一个 我们这个notepod notepod notepod 那pod的话呢 然后是监控我们两个一个 两个work节点的 然后这个也是 我们两个work节点 还有一个是一个 那个c c 它是通过一个我们的API 然后就监控我们的一个k8集群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 都已经运行正常了 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 我能够外部 然后去访问一下我们的一个 啊 permisius 看一下 直接用这个吧 这个permisius的话 我们是 嗯 那个那个哪个节点都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那个notepod章口 所以我们哪个节点都可以的 我看一下 特有可能 990 应该可能是 看一下 嗯 为什么没有 看一下啊 这个服务 哦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服务 这个创建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啊 permisius server 嗯 cubus tl 该的 service 嗯 然后是 k 嗯 money 哦 他那个 这个9090端口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是指的是一个 呃 内部的一个端口 嗯 那个是容器 这个pod的话 指的是那个内部的 而外部的一个端口 我们这边是一个是没有听力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pod端口 我们呃 没去指定 他默认的话是一个呃 是一个随机端口 可以看一下 随机端口 我再说我们这里要不 呃 30721 应该都会有30721 我们来看一下 30721 应该是都有的 然后都有在监听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30721 嗯 这边的话呢 我们那个没有必要 嗯 也应该去固定它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呃 我们不能够 不应该是呃 直接去访问我们 我们的一个promicius 的 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使用我们的一个呃 一个UI来进行查看 但是你要去访问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你访问的话 我们你这边的话 也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那个ingress 做一个ingress 然后进行那个代理过来 也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嗯 然后因为我们的默认 这个端口 脑的端口 一般情况下 不会直接使用那个端口 而是使用我们的一个呃 服务名称来进行访问 我们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那都已经那个呃 完全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监控的一些节点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内置的一个 那个监控 是一个kipanator的一个内置的 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underpoint 看一下 在下面是我们的一个呃 那个notice 是我们的一个节点 嗯 我们这边是有呃 那个一二三三个节点 嗯 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port 好 那个我们来看 那个看一下 那个这几点 underpoint 这都是这几个 好 那个我们去呃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呃 那个matics的值 看到张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 嗯 matics的值 然后去查询的话 看一下 嗯 我们定义了不是定义了一个 那个入落90色吗 我们也可以去呃 去看一下这个 然后是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呃 那内存实装之类的 应该都有的 我们在那个 看一下这些资源的话 基本上是 嗯 都没啥问题 嗯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tags 嗯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 这个节点开始 已经当掉了 我们在警报这边 大家看到 也是那个 是我们的一个 呃 因此分子当掉 当掉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 看一下解决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说是 嗯 获取我们的一个 这个节点的 这个节点定义的 一个255 然后是获取不到的 嗯 最开始的时候是 http 然后的话 我们那个 嗯 我把它换成 https 还是不行的 看一下 在这里 嗯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设置的是 没有 https 什么是什么 然后就没有这条 没有这条的话 默认的使用的是 一个 http http 然后是使用的 一个 嗯 嗯 那个10255 我们接着把它换成 https https 250的话 也是不可以的 嗯 我们来 来 这个的话 我们都 呃 我这里就不再换了 因为我这个已经换过 然后也是 嗯 访问不了的 访不了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 嗯 那个使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直接是通过一个 API 通过API的话呢 是一个443端孔 大家看呢 是一个 它这个服务 是一个 cobinators 然后一个 那个cobinators 然后它一个 嗯 名称空间 那个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 sbc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一个 端孔 嗯 嗯 我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桌子访问我们的一个 cobinators 有一个集群的 嗯 我们把它换成这个 然后的话 我们把前面的 嗯 进行准个注释掉 然后这一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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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 换成这个 嗯 嗯 Active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桌子做哪些 嗯 也是那个 这一个 嗯 嗯 那个 嗯 lamp lamp 那是一个 呃 标签音色 然后的话 一个匹配 匹配了好之后呢 然后那个是 那个 呃 获取一个 呃 改成一个 嗯 Addn 会 改成我们的一个 嗯 IP地址 嗯 下面的话呢 也那个 又 又是一个 嗯 替换 看一下 如果那个 把我们的一个地址 然后替换成 那个 cobinators 一个集群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下面就是一个 标签替换 看一下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 matches 然后路径 然后那个 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 API 改成这个地址 然后这边是一个 呃 匹配的 到了也是一个 匹配字符 好 那个我们 这时候我们再去 呃 用梦一下 嗯 我看一下 这个 嗯 模拟 嗯 我们用梦的话呢 用完之后 呃 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用完之后 我们的一个配置 其实并没有生效 看一下 就是并 它这个 还是一个 210255 我们看一下的配种件 配种件的话 也是没有生效 我们来看一下 嗯 10255 大家看到还是没有生效 生效的话要怎么办 都是我们那个前面讲过的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呃 发行一个 呃 KUUR 这样的URL 然后的话去 违漏的 嗯 但是的话呢 我们默认的这个 炮弹呢 然后运行起来之后呢 它这个参数是 没有加的 嗯 除非 除非然后你启动的时候 不熟 启动的时候 把那个参数进行加上去 嗯 呃 再一个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一个 呃 现在我们那个 嗯 Permit Sears 然后去找到这个进程 然后去呃 那个杀一下 嗯 那个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那个呃 不那么麻烦的话 不那么麻烦了 我们就直接 嗯 把这个Port 然后删掉 所以Port删掉的话 它马上会去自动 那个产生一个新的Port 然后的话就会 那个加在我们一个新的配置 但是你真的要做持久化的话呢 呃 我们即使删除Port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 呃 数据收集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嗯 Delete 杠恩 Moguitary 来看一下 嗯 嗯 在哪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看我们这个有没有起来 大家看到 然后已经那个已经起来了 像我们再加这个配颜看一下 嗯 找一下这个 NOT 你能攻击 SAUSE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配置 13这里 然后已经生效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Tagg 然后嗯 这个NOT 然后已经变成一个43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监控 我们的一个NOT节点 现在的话就已经正常了 我们的一个 那个警报规则 然后报警规则 这里 呃 也都一直是正常的 大家看到 好 那个 关于我们那个Permitius呢 安装的话呢 我们就这边的话 都已经完成了 嗯 那个 剩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安装 我们的一个图形界面 好 那个本节课 我们都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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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